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居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料理鼠王》这部电影 阿鼠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乡下 一个老奶奶房子里的老鼠 他平时的兴趣就是吃美食 和跑到客厅偷看电视 并且非常崇拜一个五星级主厨石神男 认为他的名言 人真都能煮菜很了不起 他也常幻想自己成为一位厉害的厨师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他老爸不能理解他的行为 老叫他别做梦 这天阿鼠又跑去偷看电视时 却看到电视内容说 石神男的料理被一位知名美食家评论男 批评得很烂 餐厅也从五星掉到三星 石神男更因此是伤心过度死了 阿鼠一看整只鼠都惊呆了 怎么偶像就这样挂了勒 这时一旁看电视看到睡着的老奶奶 刚好醒过来看到阿鼠 吓得他立刻拿枪蹦蹦蹦的乱射 结果射一射竟把整个天花板射下来 躲在上面的鼠群就露线了 之后老鼠们拼命逃跑 一路来到河边 用他们自制的小船撤离 不过阿鼠逃得比较慢 被追来的老奶奶攻击 导致他离鼠群越来越远 虽然他顺利躲进下水道里 却彻底失去了鼠群的踪击 他还不小心掉进下水道系统 被大水冲来冲去差点淹死 幸好最后平安无事的活了下来 接着阿鼠离开下水道想了解环境 才发现自己竟被冲到大城市里了 而且还非常巧的 被冲到石神男的餐厅旁啊 因此他兴奋的爬到屋顶上 偷看这个他崇拜已久的餐厅 看一看他就看见了 正在打扫的男主角 不小心打翻一锅汤 还为了掩饰错误 乱加一堆材料进去 那这种破坏料理的行为 气得阿鼠一个不小心 从屋顶上掉到了厨房里 不过他没有急忙逃跑 反而是利用这个机会 趁没人注意时 重新料理那锅汤 而这不可思议的画面 就非常巧的被男主角看见 所以阿鼠就被抓住啦 这时目前负责掌管餐厅的大厨 小人男刚好过来拿汤 他见到男主角在这 以为他在破坏料理的大骂他 然而在争巧的过程中 汤就意外被不知情的服务生 端出去给客人了 没想到的是 这汤不仅没被客人责骂 还大受欢迎 小人男见状 不相信不会做菜的男主角 能煮出这样的汤 就要男主角在一个星期内 再煮一次给他看 否则就开除他 并要女主角负责监督此事 在他们说话的同时 阿鼠想趁机逃跑 却被小人男看见 结果又被男主角给抓住 小人男便要男主角解决阿鼠 可是当他来到河边要杀阿鼠时 一个于心不忍的开始跟阿鼠说话 讲一讲 他就惊讶的发现 阿鼠竟然听得懂人话 会摇头点头耶 因此男主角告诉阿鼠 只要他帮忙做菜 让自己保住工作 就愿意收留他 阿鼠一听 觉得这是个能完成梦想的好机会 就答应了 所以他们一起回到餐厅做料理 只是碍于阿鼠的身份 男主角只能将他藏在衣服里 导致他们无法好好做菜 两人便躲到厕所沟通到底该怎么办 通一通阿鼠就发现 只要拉男主角的头发 就能控制他的行动 于是两人跑回家里 由阿鼠操控蒙住眼睛的男主角 练习做菜 经过不断的努力后 阿鼠终于能顺利操控男主角啦 之后他们成功煮出汤来 通过小人男的考验 男女主角也在这段时间里 莫名其妙的培养出感情 超随便的轻轻交往了 看着肥宅我生气气啊 另一边 阿鼠也非常幸运的 在某天吃饭休息时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并在他的带领下 终于和鼠群会合 某天 阿鼠在闲逛时 意外在小人男的办公桌上 看到一封信 内容是说男主角是食生男的私生子 拥有餐厅的继承权 那这封信 其实是男主角母亲死前交给他 要他拿来给小人男看的 不过他没看过信的内容 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些事 至于读完信的小人男 怕男主角抢走自己的地位 就假装不知情的 给他打砸的工作想逼走他 总之阿鼠将信拿给男主角 成功让他继承餐厅 赶走了小人男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 阿鼠的料理和男主角的名声 传得越来越广 可是年轻的男主角 变得骄傲自大 完全忘记阿鼠的功劳 还跟他吵架 气得他离家出走 不幸的是 这天晚上 评论男听闻这里又有美食的跑来 要求男主角做料理给他评论 但男主角根本不会做菜 哪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 连带稿的员工也无法工作 好险这时 善良的阿鼠又回来帮忙 男主角健壮 便先向阿鼠道歉 再告诉员工们真相 说那些美味料理 通通都是阿鼠做的 但员工们听完后 都无法接受这种荒唐的事 纷纷转身离去 不过没什么差 阿鼠的老爸 被他坚持当厨师的新感动 就带着整个鼠群出来 说会帮助阿鼠 可是话才说一半 卫生局专员 就刚好来检查环境 看到这一切 阿鼠无奈之下 只能派鼠群抓住专员 丢到冷冻库去关 接着在阿鼠的指挥下 老鼠们开始做起料理 男主角则当起服务生来 做一做 女主角也跑回来帮忙 说他想起食生男的名言 认为就算只是老鼠 也有资格做料理 之后主角们 做了一道炖菜 给评论男吃 他一吃下去 就觉得这料理实在太好吃 太美味啦 于是他找来男主角 想表达对主厨的感谢 但做菜的是阿鼠嘛 所以男主角请他稍等 然后等到客人都走光后 才带着阿鼠出来 讲解真相 评论男一听 觉得主角们是不是脑坏了 可是边听边看后 他终于明白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啊 隔天 评论男发表一篇评论 用隐喻的方式 大力夸张阿鼠 说他是全国最顶尖的好厨师 最后 餐厅因为老鼠泛滥被关闭 评论男知道这件事后 就出资赞助主角们 开了一间名为料理鼠王的新餐厅 生意好得不得了 阿鼠也完成当厨师的梦想 每天都开心的做着料理呢 那其实电影里 阿鼠身为一只老鼠 却说的一口好英文 做的一手好菜 你还不好好检讨自己 看完后我就在想 下次你看到有人戴帽子时 最好离他远一点 说不定他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操控他的可能不是老鼠 而是超级大蟑螂啊